在祖国的西北边方线上,有这样一个边方连,一到冬季,这里大雪封山,积雪厚度深达一两米,交通完全阻断,时间长达七八个月,但是那里的官兵却始终坚守在边方一线,顶峰冒雪,魏国戍边。 初冬的阿尔泰山已经披上了厚厚的银桩,新疆阿尔泰地区红扇嘴边方连的战士们一大早就开始准备麻痹。 今天的巡逻点是距离连队四公里外的15号戒碑,想要到达戒碑,官兵们需要翻越两座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雪山,在夏季巡逻时间只需要两个小时,冬季一来一回,巡逻时间达到了16个小时。 由于近期连降大雪,积雪厚度达到了两米以上,偶尔还会遭遇到大大小小的雪坑。 骑马对于哈萨克族战士巴赫朱莉来说并不是难事,但在两米深的雪中骑马绝非易事,零下30度的低温还伴随着七八级的寒风,如果被困,对于马和人来说都很危险。 经过近七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,最后一段路程,由于雪实在太深,官兵们决定放弃城马,改为徒步前行,走完剩余的路程。 巡逻队伍里和巴赫朱莉一样,有许多都是近年来的新兵,在淹没深邀的积雪里,深一脚,浅一脚地前行着。 快到戒碑管理门时,大家干脆手脚并用,往前挪着身子,慢慢向铁丝网靠近。 往日两米多高的铁丝网和管理门,如今被大雪盖的只剩30公分左右。 在两米五高的管理门,已经基本上快被封住了。 我们连队风山期长达八个月,防区平均积雪在两米左右。 我们作为边防军人,树边守防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使命。 我们历代官兵,继承和发扬了我们连队大雪封山困木岛,艰苦巡逻南木岛的优良传统。 坚决为祖国守好边。 跨越两米多高的铁丝门,战士们进入一片雪松林,寻找被雪覆盖的戒碑。 我看见鸡丁了,我看见鸡丁了。 终于河河河了。 在这儿在这儿。 今天是我在山上度过的第一个风山期。 以前总听伴伴说,熊龙路很长,很难走,也很艰辛。 今天出来熊罗时,我才认识到熊罗的艰辛。 因为鸡穴已经没过了马渡。 铁丝丸也已被大雪覆盖。 而这戒标也已被大雪盖住了。 这时候我才体会到,大雪风山空不倒, 艰苦巡逻南木岛的精神含义。 大雪风山困不倒,艰苦巡逻南木岛。 战士们不畏艰险,踏越冰封雪海, 用忠诚守护着祖国的戒备, 在风雪边关留下了一串串坚定的足迹。 边防有我在,祖国请放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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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